一片雾茫茫只看得到电视塔尖及延绵的山脉 巴尔干半岛国家波士尼亚首都塞拉耶佛 空气污染严重 空气悬浮为例10微米以下浓度 一度是欧盟安全值每立方米50微克的5倍 当地政府发布警告禁止货车上路 工地施工并取消所有户外活动 呼吁市民待在室内要求减少使用煤炭取暖 塞拉耶佛四面环山近十年来因为对空气污染源缺乏管制 加上老旧车辆家庭燃煤供暖普遍 以及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影响空气流动 雾霾越来越严重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 全国平均寿命因此减少1.3年 改善当地空污刻不容缓 大爱新闻 陆文景编译 明珍国马克轮薄 底红枪